雪花公路今年初因为大雨断路了一个月 而地方为了刺激观光要办抽奖活动 第一大奖呢是45万的汽车 结果今早公开抽奖的时候 幸运儿竟然接到电话 还以为是接到了诈骗电话 不敢相信 主持人话一说完 摸彩券像雪花一样全倒进去 要从4万张的摸彩券中 抽出一辆价值45万元的汽车 抽出第一大奖 马上call out给这位幸运儿郑小姐 即使主办单位再三做确认 但她仍然是半信半疑 怀疑是不是诈骗集团的老耿伎俩 我们现场呢有立委王提升 有观光师 我们花龄县正代表现场夫婚姓来的 还有律师就会验证 得奖的民众知道不是诈骗之后 又惊又喜 在电话中笑得好开心 为了促进在地观光 花莲县政府结合业者 推出只要在今年1月到2月 在花莲消费满1000元 就可以拿到一张摸彩券的活动 希望透过抽奖 刺激民众来花莲观光消费 而这招也的确奏效 成功逼出约6000万的观光受益 中期新闻 廖威林 杨博伟 花莲采访过到